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做自媒体 有没有必要把它分发到我们的公众号上呢 我们会认为有精力有条件的 就要把它分发到公众号上 为什么呢 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这两个是一个群体 你会发现什么 发现特别是我们做短视频的 我们分享不到什么呢 腾讯平台 腾讯的朋友圈 腾讯的公众号 分享不上去 所以这个人群就流失了 那么我们应该分发 第二是针对于搜索功能 其实你会发现点开腾讯 你会查到关键词的时候 它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搜索器 那是搜狗的 搜狗跟腾讯合作了 所以你布局的那些关键词 你比如说红鹤说创业 这些关键词都会什么 都会被收录 但是我们如果不分发到我们的公众号平台上 就不会被搜狗收录 现在你查查红鹤的搜狗很少 但你要查到红鹤的百度很多 所以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分发的第二个原因 就是为了我们的搜索 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 是你公众号是你人格画的一个什么一个杆 你比如说我红鹤 我用我的本名注册了一个个人的公众号 这个个人的公众号就是孙红鹤 那我们金字头条也是孙红鹤 当他能够问你说 你红鹤你还有哪个公众号平台 我说有新浪也是孙红鹤 金字头条也是孙红鹤 那个公众号也是孙红鹤 他查了你的公众号 他发现三个在一起 对他有一个触动 而且个人的公众号可以打赏 有人说说我的短视频可以放成原创吗 可以 你比如说你查一个短视频 你发到那个这个腾讯视频上腾讯视频上 然后一点连结不就发到那个公众号上了吗 那这个视频不是原创吧 没关系啊 你写了超过什么的 超过200个文字 然后呢 加上这个短视频 这个文章就相当于原创了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看原创之后下面有打赏 所以你们我每天都要什么 都要把我们的公众号的这个布局啊 给他什么呢 给他积累一下 同样是做嘛 我们一转发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 为什么要把我们的今日头条 自媒体平台上的那些内容 转发到公众号平台上 也能够换成我们的什么名 也能换成我们的例 还有啊 说我们企额号 是不是也是啊 腾讯平台的 对 企额号跟什么 跟公众号绑定的呀 也就是说你在企额上发布的 直接上公众号了 在公众号上发布的 直接进入企额号了 他俩是什么 是绑定相通的 那么他俩相通之后 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呢 第一 企额号跟天天快报 在一起啊 是一个平台 就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 鸡肉头条和西瓜一样的关系 你看企额快报 然后呢 腾讯视频 公众号 朋友圈 这是一条路 还能够给你沉淀关键词 那么作为我们做自媒体的 做三农自媒体的 或者说做美食自媒体的人 是不是应该在有经历 有条件的情况下 把我们的什么呢 这个自媒体的内容 放到我们的公众号上 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一个思路 两个做法 第一个思路 就是我们的今日头条 自媒体要放到公众号上 两个做法是什么呢 是放到公众号平台上 还是放到企额号上 这两个路径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方式 就是另外一条方式 这我也讲过 叫做什么小程序 把它放到小程序上 对接公众号 对接屏幕前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和路径 我是黄鹤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可以分享我 关注我 谢谢大家的鼓励 也谢谢那些指指点点的人 没有你们 就没有我上进的每一步 谢谢